2月3日 佟丽娅晒出与友人哈尔滨游玩的画面 整个人状态不错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佟丽娅身着白色羽绒服 配黑色长裤 简单随意 哈尔滨寒风刺骨 她戴了一顶粉色针织帽 帽子上有两个黑色小脚和眼睛 可爱淘气 她站在冰雕城堡前 笑容灿烂 兴奋之情一一言表 她边跑边回头 眉眼如斯 十分迷人 佟丽娅游览了多个景点 每到一注都拍下美照 佟丽娅状态极佳 40多岁的她 皮肤白嫩紧实 身材匀称 羽绒服也遮不住她的好身材 她的状态很年轻 虽然饮食妈妈 但人有少女感 颜值高 不输小花 佟丽娅也尝试了人力滑冰 她坐在气垫上 由工作人员牵引 人力速度慢 但佟丽娅还是吓得尖叫不已 动作夸张 模样可爱 佟丽娅离婚后很低调 很少在社交平台更新 除了工作外 私生活不为人知 佟丽娅与陈思辰也没有互私 财产和儿子都分配妥当 儿子有两人共同抚养 最后也希望佟丽娅早日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吧